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初期東周投資會 HELLO, KELVIN HELLO,大家好 先介紹一下,今集有國隆政券投資經理方澤橋 KELVIN就看看吧 大家有什麼問題就在下面留言問 就幫大家解答 先報一下試 今天恒指收過19,539點,升了291點 成交金額是1080億 重要資訊是美國地方銀行股反彈 內地車期欠減價戰 AI概念股做好 就交給KELVIN講一下今天的主題 即是說直谷銀行 很大單,有些禁運 其實火燒年還說,很多板塊都受到影響 就交給KELVIN講解一下 很多人都問我,直谷銀行這件事 有沒有機會重演雷曼事件 大家知道雷曼事件說 當年一間銀行就導致 有400間銀行當年倒閉 在今天來說,直谷銀行被接管了 其實接連兩三間零星銀行 暫時都有資金鏈上的問題 先說回,為何直谷銀行突然之間 一間這麼大的銀行 全美第14、16大銀行會這樣倒閉 第一,主要的客戶是來自創新科技 生物醫藥,就是大家所認知的一些B類公司 所以之前一些B類公司 有一些比較大的震黨 都是因為直谷銀行 至今年出現問題 導致 其實這一類銀行大家都知道 加息是不是應該對一些銀行有利 差闊了,主要是做放鬆 為什麼突然之間它會有事 反而加息對它有影響 直谷銀行是不同的傳統銀行 因為它買了不少的債券 如果加息的話 其實令到他們的一些債券價格 就會下跌 MBS的債券價格就會下跌 導致其實 令到他們的資產也減少了 其實客戶方面也有影響 大家都知道 一半的客戶以上是初創公司 一些的生物科技 新創科技 它對於今年週期性的影響 是非常之大 可能同一時間 都是在那段時間拿錢 這樣的情況之下 導致為了拿錢 他們沒有辦法 為了賣走一些虧損的資產 就會出現一個比較大的虧損 在帳面上 所以說 在這個持續性的影響下 令到他們資不抵債 導致直谷銀行出現一個倒閉的一個風波 不過 剛才也說到 它沒有重建一個二年八年 火銷連環船 不僅是他們 連同一些客戶 新創科技 連同一些其他銀行 倒閉 未必 其實直谷銀行 是屬於聯準會 是第四類銀行 第三至第五類 就是可供出售 以及持有至到期的項目 才不進入核心資本裏面 這些大型銀行和第二類 其實這個計算不在裏面 導致他們完全符合監管的要求 所以大型銀行 因為他們不會計算到 將這一類型的資產 計算到核心資本裏面 導致他們的比例 其實比較小些 其實直谷銀行 他們持有這一類型的資產 一些債券的資產是去到57% 不過是一些大型銀行 其實比例比較少 相對來說 他們爆股的機會 亦都不會這麼大 所以我相信這件事 相信在短期之內 有機會發酵 但是會過去的 也不一定會出現 好像雷曼事件這些事情發生 美國亦都說了 他們在12月宣布 直谷銀行他們 也都會包底 他們全部的客戶的錢 就包底了 包括20萬美元以上的客戶 都會包底了 所以來說 在這個事件 尹印爆股之前 其實美國那邊的財政部 其實都做了事情 我相信短期之內 有機會得到解決了 但是譬如現在這個時候 火燒年環旋的時候 有些什麼要避免碰住 有些危機 其實也是 暫時來說 那些銀行股 都是比較波動 你看到 如果大家有開微估的話 快想快樂 除了直谷銀行 看回其他的一些銀行股 第一共和銀行 現在暫時在競價時段 升到45元 曾經跌到多少錢 這股份 跌到17.3元 那由幾千跌下來 由147元這個位置 跌了9成 是短短多少個工序 當時大概是一些 二月初 到現在其實跌了9成 在短時間之內 所以那些銀行股 暫時來說 我覺得大家都不要碰住 因為有機會 聯儲局會徹查這件事 有機會令到其他銀行 也相較有問題 我相信其他銀行有問題 一定會 但有些還未爆 暫時來說 我相信這件事 短期之內也會有影響 銀行股大家都不可以買 因為買一些內地的銀行股 比較安全一點 例如最近來的5號 288元 其實都比較波動一點 所以現在只連回升 但其實它累積的升幅 都不小 例如5號 由幾千升上來 差不多47元 升上去 58元這些位置 跌下去 50元 都非常正常 所以這些外資銀行股 暫時我覺得都不能碰住 但是譬如廣股 廣股有什麼關係呢? 有沒有影響的話 其實廣股的生物科技股 我覺得的影響不是太大 第一 財政部都說了會包底 對於那個事件 其實都不會影響太大 另一方面 其實生物科技股 覺得都是短期之內有波動 中長線都未必會有大的影響 所以影響性這件事來說 我覺得對於香港來說 反而不是很大 不過反而我覺得有少少有利 為什麼有利呢? 那看到其實聯儲局之前說 說要加50點子的機會率 是高達超過7成的 那在那個矽谷銀流爆煲之後 加50點子的機會變回0了 所以我相信昨天 那個CPI的數據 其實都是合乎預期 去到6% 那都很幸運 現在過了一關先了 那去到6都算是合乎預期 那不是太差 那聯儲局再到加息的藉口 又未必有 因為如果他再加息 導致美國銀行其他銀行爆煲 那他真的冷錢不夠 那隨時巴威爾 都要暗然下台了 那他都背不起這個票 那我相信他都不敢再搏 那我覺得呢 3月份 現在加息不單是壓一個通脹 那還要顧及美國一些的銀行資產的感受 就是慘了兩邊都做 是 所以我相信他現在說 減這個25點子的機會 去到7成了 那不減 反而還有25% 所以那個加息的氣氛就溫和了很多 那跟之前的形勢很不同 之前一加息的食果時的形勢 真的 是啊 所以那個形勢就非常之不同 所以一些科技股 我覺得有機會炒上去 高一點點位置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說一下9888 我們 特別說這隻 他的民心一然 好像這幾天就會發佈 但是有傳 他的民心一然 就做到脫頭脫骨 就不知是否有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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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誇張了一點點 還未完成 還未達至完美 還未達至完美 那 他呢 出了一個AI的 有AI檔 黃炸產品 是 是 查GDP 那 我相信 都有機會 這個 就是 就是 9888 有機會 就炒上高一點點位置 是 百度有沒有機會 承住 他的民心一然 他的氣勢 就炒上高一點位置 因為我覺得 那麼多隻科技股 真的 他的影響 就是影響性 比較大 因為直接 是做一些瀏覽器 百度 那 現在瀏覽器 大家都知道很簡單 打個字上去 接著就做Google search 但是 將來 可能真的給到最佳的答案 給你 跟以前 就是顛覆了之前那個 應用 的情況 所以 這個民心一然 如果 真的可以做到 查GDP的 效能 功用 當然 非常之好 對於他們 日後的 增長 還有那個 收入 是有一個爆炸性的增長 現在你看到 其實百度那個 收入 還有那個 成績 又真的一般 是 那 之前說的 那個 無人駕駛系統 都不知道 現在好像沒有 沒什麼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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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那些新能源汽車 都死死下 他都不敢說 就是 踩下去 還更加死 所以說百度 現在都是靠回 這次發佈 都很關鍵 所以這一次發佈 是啊 所以我相信 現在靠民心一言 看看他們 搞 搞 搞 究竟 搞不搞完工 是啊 可以搞到幾多事情出來 這兩個月 很值得大家 去憧憬 那 希望可以搞得 所以大眾島 其實 今天的 相關概念 AI概念 都普遍向好 是啊 但現在 這個時候 可不可以博一下 明天就會發佈 說明明是16號 明天是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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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點鐘 你說拼的話 明天就拼拼拼 我覺得他怎麼都弄得好 出來才會交出來 老實說 他不會弄得脫頭脫骨 你看到之前 Google 對 嘘了出來之後 又 做錯事情 那 股價跌了10% 嗯 希望他在發佈會 那裡 就不要搞笑 料出來 不要犯商堂的錯誤 人類 應該是不會的 我覺得 企業 之後測試 可能有機會 給別人去做測試 有機會 但你一定給最美 最完美的東西 給別人看 所以 我覺得 在這個 兩點鐘之前 如果想偷步買的話 就可以試一試 988 我相信他有機會 明天 百貨戶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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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現在 駁一駁 今晚 駁一駁 百度尾股 好像你想駁 是不是 問一下 大家問一下 現在暫時 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你港股 時間點 港股已經很粗了 你隨時 一旦不行 真的爆炸 大爆炸 就可以斬得切 如果明天 發佈會不行的話 美股要等待 你才可以 10點鐘 你就買美股 你現在是2點鐘 當然要看著 你借 免得 有什麼差池的話 你美股走不前 但是你港股走得切 我相信 你叫做 彈性比較強 你買美股 現在沒辦法 那就買吧 現在大概 136元 136.7元 你現在買的話 可以接近一點 我相信明天也有機會 乘著個勢 就炒上去 剛剛也提及過車股 也提及一下 車股最近的表現 因為他們都掀起減價潮 過了一個月 其實車股表現真是一般 跌全部 衝一式跌超過一成幾 至到兩成幾 是啊 你看到那些車股表現真是 好鬼死差 沒辦法 補貼就沒有了 有些新人遊戲 每家車都大減價 即使速銷才能夠 例如1211都跌到200元 曾經跌到190元附近 比較好一點 幸言15 理想汽車 今天也升回2.7% 去回86.4元 都是差的 其實都沒有辦法 整個車企其實都做得不太好 2333 還有今天微星 只有8.2%左右 連同一些傳統汽車 其實都做得不太好 除非要炒上去 阿爺帶動之下 其實股價 看看有沒有一些 真的以舊換身 類似這些 就出台回了 否則 那些股價都不會怎麼起 但機會大不大呢 有些政策出台去幫助 有的 每一年 可能 因為2.3月這些時間 都是比較靜的 即是一些淡貴 是汽車的淡貴 可能4.5月之後 有機會出台回一些新的政策 衝勁回去 會上去 其實去年來講 去年也差不多 去年又差不多 3月了 因為悶到你差不多 去到5月左右 才能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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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城汽車 雖然來說 這段時間都是比較靜局的 生意差 其實都是這樣 你看到長城 吉利也是一樣 由差不多 1月就跌到3月左右 3至4月 然後慢慢都是一些拉鋸 所以來說 是周期性的一個板塊 是周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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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在內地有什麼新的政策 否則要短期拉升 看來也很困難 還有9.6百 這更差勁 小帆汽車 大家都知道 2月份 賣到2.3千架 還聲稱要做到轉軌為營 2027年 真的要去到10限價 真的有限搞 去到什麼位置 差不多要去到比亞迪這樣的銷售量 小帆汽車都真的一般 看來也要升 都是比較困難 你看到它的股價都是很弱勢的 其實都不是我講的 大家都看到 現在差不多去到11月那時候的股價了 差不多25元了 這幾個月其實都反覆覆 又不見它上 有彈就不能上 這些股份 所以是比較弱的一個板塊 沒有貨就不要踩進去 看有什麼政策 你才去衝上去 你才去買 因為都是反覆覆的 都沒什麼意思的 短炒都很短 你看看 38元 即37元 10% 幾個%就要吃 最多 你現在跌到31元 今天都不反彈 真是陰空珠 是 說回剛剛漏了港科技股的時候 想說回美團 因為未來就會公佈業績 下星期幾 你也想說一下美團 你怎麼看它的業績 之後的預測 美團的業績 我也覺得會看好的 因為美團的閃購 社區條購 其實在上一個季度 已經開始 即是在第三季的時候 已經有轉規為營的跡象 那個虧損已經收窄了不少 其實這個核心業務 其實看到 是 之前 它轉型為虧的原因 都是為了消費 都是搞這個社區條購 其實也有成果 現在去回 其實也很划算 現在去回11月的低位 差不多120多元 是划算的 我也坐著 150元 先坐著 我不會追求 先坐著 還要過一關 他們的股東 還要扔出來 3、2、4、4 騰訊 就會派十文庫 他們的股東 那是不是差不多入市時機呢 如果沒有貨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進的 因為你看到現在都做到一個雙底 差不多是 11月左右 但是 如果你說 我穿得穩陣些 看完11月 所以3月24日 差10多天 看看南非大陸有沒有動手 應該不會這麼快動手 說真的 它是不是很差 又不是很等錢用 都是會買的 看什麼位置買的 我也覺得 暫時來說 我覺得都還可以 如果有貨 很多東西還可以持有住 就不需要這麼快斬了 說完車股 科技股 有沒有什麼板塊 你覺得值得留意一下 1、1 電視廣播你的行家 其實高位 由低位 直播大貨 變成直播散股 低位做 那時候4元 炒上17元 不知道陳鴻有沒有看過 他的大貨直播 升到17元 之後散過 下跌了 下跌了9.8元 下跌了10% 今天 預計去年虧損最多8.3億 是 都沒辦法 直播大貨又不是去年做 是今年才做 你看到跌到這麼急 沒有什麼大的支持 他連業績差就預算了 他們聲稱說 疫情 沒有人下廣告 什麼什麼 都少人看了 其實無線 我自己都比較少看無線 買一些大陸片 都真的差一點 暫時來說 電視廣播 不要攪拌了 對 你這樣推下去 好像之前 有些股東 趁著高位就散播 所以這麼多的不明朗因素 即是短炒 大家都想著 他會不會好像1797 新東方在線 那樣 現在新東方在線 上去 可能是6-7元 這些位置 這隻不要打算是藍底 這隻要避 但是有沒有什麼可以入呢 可以入得過呢 可以入得過嗎 那 看看 那 剛才說過的 9888 京東 都還未能入得住 因為這麼大 一個股東 在這裡 暫時這隻 都不要去入住 1211 可以考慮一下 比較好少少的一隻 但這個真的很快手 是啊 你一旦回到2001 就要走 這隻 再摸 當然 現在暫時來說 短抽為主 這些股票 但是一些B類的股份 其實升得挺不錯的 給大家三隻去參考 6606 樂輝健康 這隻暫時都是炒範圍 有機會下去30元 這隻 我覺得 如果你要等的話 就等到30元 這隻業績不錯 這隻 虧損已經收窄到7900萬 上年來講 我覺得會漲步虧損 而且好像改名 沒有了B2 所以這隻股份 我覺得 將來一定有前途 現在高位 34元 看看30元 這些位置 才去吸納 另一隻 9966 這隻我都比較喜歡 它還未穿了50天的平均線 好啊好在 什麼位置入 等到大約14元 這些位置入 最近的B類股份 我都蠻喜歡的 因為雖然股市下跌 但是它仍然有一定的韌度 不像其他股份 一去就沒有回頭 所以這些B類股份 我本人都蠻喜歡的 暫時來說都還未穿位 我覺得B類可以體驗的 這隻 三隻 康芳生物 如果Aster和我做這麼久的節目 都比較喜歡這隻股份 今天出業績 出了二隻 明明還未出業績 大家可以留意這隻股份 看看今晚有沒有機會 抄上去 明天就食股 之後還持有主 中長線部署 高位食股 低位再鬧過 不需要太急 如果沒有過的話 看一百天要平均線 大概四十元這些附近 就可以入手 之前也說 前幾天 曾經拆穿這個位置 我相信還有機會 始終都是上上落落 暫時市況不好 都影響到它們 走勢 所以這類的部分 大家可以留意這三隻 近期之內 就比較喜歡這三隻的部分 今天時間差不多 感謝Kelvin的解答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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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